明朝时期江北小镇生产精湛的木雕 人们的生活富裕安康 后来年轻的学徒心浮气躁 胡乱做雕品出手 只有一个叫万三的老人坚持用心雕刻 我再要两件木雕 对不起 今天没货了 您后天再来看看吧 慢慢的客商减少 小镇变得贫穷起来 许多人并成了匹子和无奈射套欺诈 甚至聘人抢夺 买木雕咯 精品木雕 万三 整天雕这些木头有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多庆贤 你们抛弃祖先的手艺 每天不干正事 到处坑蒙拐骗 是要受到惩罚的 嘿嘿 在这里 只有我惩罚别人的份 谁敢惩罚我们 这天 街上走来一位手持赤金法杖 神辟金丝虾杀 像挂珍珠珊瑚的老和尚 老大 那边有个面生的和尚 这和尚身上宝物可真不少 想办法搞来 咱们几个分了 和尚 你是从哪来的 要到哪去呀 老那一路云游至此 正要去慈云寺挂丹 你是出家人 不能带宝物进庙 得全部留下 让我们替你保管 阿弥陀佛 施主 你这道理老那闻所未闻呢 不给 想挨打吗 兄弟们 揍他 你们别打了 老头 你闲事少管 不然连你一块儿走 快住手 哎呀 遭孽呀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一起打 无奈们打了人 并将老和尚身上的财宝 一抢而空 大师 你怎么样 伤着没有 我没事 他们伤不了我 等他们走远的 老和尚笑着从怀中 掏出一个木雕观音 老人家 你心地善良 我将这个赠予你 只要你供奉在家 必能得偿所愿 无奈们用音符 包着墙来的宝贝 回了家 赶紧打开 瞧瞧 咱们今天要发财了 哎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石头 这 这 这也太奇怪了 刚才明明都是奇珍异宝啊 哼 老和尚 竟敢耍我们 下次见到 绝扰不了他 万尊回家后 依照老和尚的处托 日夜供奉观音下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万师傅 我买这件木雕 我也买一件 我家主人 我家主人 点名要买你的 好好好 我这就给您包上 这天 老和尚再次出现在街上 被无奈们 撞个正着 老大 上次耍我们的 就是那和尚 给我狠狠地揍他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万三上前 运身体 运住和尚 咦 好像不对 住手 无奈们 听下一看 他们打的 根本不是什么和尚 而是一根 人形大小的 紫檀木 木头上 显出四个金字 重宝观音 众人正惊讶间 紫檀木上方 腾起一片红云 随后 观音菩萨 缓缓降落于 红云之上 无奈们 又悔又怕 赶紧跪下 磕头忏悔 我们知道错了 请观音菩萨 原谅我们吧 你们一心未才 失去良知 贪婪成性 我佛慈悲 赦免而等过错 你们记住 从今往后 心怀慈悲 弃恶从善 积德修心 归遗三宝 福则子孙 说完 菩萨便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那根紫檀木 晚餐就将紫檀木 雕成了一尊 身披珠宝 手指念珠的 重宝观音 供奉在附近的 一个寺庙中 分相礼拜之臣 络绎不绝 四方邻底 纷纷效仿 家家户户 都供奉一尊 重宝观音像 并四处传播 观音菩萨救度的故事 这个江贵小镇 又渐渐繁荣起来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重宝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